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去 这游戏也有人问 呃 啊 啊 啊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随着大家期盼六月终于来临 本月不但有着广大宝可木迷们 心心念念的剑顿第二场直面会 能为我们揭晓一大堆谜团 月底的马噪二更是等着 基友们来开启一场热热闹闹 友情大乱动模式 不过相信许许多多的朋友 都已经开始紧盯了一年一度 年终画饼大会议三了 在这场游戏盛会上 不但大家要准备好 面对厂商们的各轮大作狂轰乱炸 更有许多让我们牵肠挂住的悬念 正等待着揭晓 反正不管怎样 准备好钱包就对了 在上周迪奥TV发布的E3前瞻视频中 我们分析了目前已知的本届E3看点 当然还少不了大家期待的悬念 不过好死不死 这才没过多久 就又有新料爆出 由外媒公布了一份 来自北美知名游戏零售商 Gamestop内部员工所提供的文件 其中显示了Gamestop后台添加了21款 为正式发售Switch游戏位SQ 而外媒普遍猜测 是喜闻乐见 但也早已见怪不怪了 不过这次不但设计的游戏数量众多 而且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 列表中除了有一款定价接近200刀的商品 不知是哪个大桌超级豪华版 当然说不定也有可能是这个 先不说官方特意辟谣个别消息 在许多时候就等同于承认 毕竟老认识说过E3期间不公布新硬件 可没说E3后 先不说这个 反正该来的总归会来 关键是其中有17款定价60刀的游戏 如果一直关注下半年发售情况的朋友就会知道 截至现在已知的游戏阵营中 马噪与星魂之链养官方都已经开启预售 而剩余的洞森 路易鬼屋3 梦剑岛 宝可梦剑盾 马里奥索尼克奥运会 P5S DemoX Machina 风花雪月外 还剩下那8个位置 就足够引人遐想了 毕竟本届E3不出意外的话 老人除了要实际以上作品的具体发售时间与价格外 不再给玩家画几个饼 可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本期节目我们就无责任瞎猜一下 这8个要人命的空位究竟会留给谁吧 按照可能性大小进行排序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们的贝解3 从17年底在TGA上惊艳亮相之后 大家可是整整等了一年半之久 就再也没见到一点点本作的新预告消息了 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 与17年三个大饼之一的煞解4相比 贝解3可没中途换人 废话也没人可换 官方还曾在早先就表示 游戏的开发工作进展顺利 一切都在预定计划中进行 还未玩过本系列强烈推荐赶紧入个二代体验一下 超爽打击感天马行空的华丽动作体验 以各种高速刺激的boss弹设计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顺带一提的是 虽然萨姐斯因为刚更换团队 几乎不会再这次亮相 但传闻已久的prime前三座重置合集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 尤其因为switch上新的玩家众多 对于这款开创了一个游戏类型的系列来说 即使正统续作当然非常值得期待 但正餐之前先开个胃铺垫一下 作为曾经并成为日本三大GRP之一的本系列 在多年后重回主机平台 官方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而按照去年制作人公布的信息 本作进展也十分顺利 你家作为系列衍生的屁股 都已经天下第一了 这回该让我们一睹新一代恶魔大作的风采了吧 接下来的立项时间还要久远 由公本帽设计 并以一系列天才般的创意 而为玩家们带来全新主机即时战略游戏 皮克名系列 其最新续作早在15年就已经宣布接近完工 但后续由于Switch推出 本作就一直没有更新消息 业内人士普遍猜测 是因为需要根据Switch特径而重新制作 17年E30公本帽在采访中曾表示 当时所发布在3DS平台的黑皮克名 与四代是独立的两款游戏 并确认四代正在开发当中 转眼这就到了两年后 我相信不少九文起名单一直未体验过的朋友 一定很想一睹这款历史多年开发创意大作 究竟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吧 在年初的新超级马里奥兄弟 与本月的马赵二相继发布后 本来就几乎已经是类型教科书般存在的2D横版马里奥 又将刮起一阵跑跳游戏热 平台跳跃类游戏高手当然不用多说 而即使是首产玩家 也能在即将到来的马赵二中找到全新的乐趣 不过大家别忘了 作为有史以来游戏界影响力最大的IP之一 马里奥可是有着绝对超乎人们想象的 正统与庞治作品数量 目前Switch上已发售的马车奥德赛分兔马网马趴马里奥兄弟 这个不算 系列中还有的众多的经典作品 或因年代久远 或因为种种原因平台对许多朋友比较陌生 但绝对都值得一玩 以目前全世界范围的Switch保有量 仓库里挑两个出来重置下分分钟就是卖爆的节奏 更别提说不定就有星座来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而老生常谈的零系列星座 其实从去年9月DLTV里直面会开始 这就一直是我自己的一大期待 从最早PSR平台一直都没通关初代 个人印象最深也觉得最为经典 前后玩了两个平台通关了不下五遍的红蝶 一个世代完美收官与二代主题曲 一起藏住在我曲库的刺青之声 只能视频通关的月时假面 用AR带来全新玩法乐趣的紫色日记 还有虽然画面表现为历代最强 但晚点彻底走向另一个奇怪方向的如鸭巫女 零系列一直凭借着独到的日式细腻表现手法 一流的代入感优秀的人士 还有期望唯美的剧情深深吸引的我 还是那句话 零系列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小众游戏 但Switch得天独厚 手持体感HD振动等操作特性 实在是天衣无分的颁配这款游戏 平台上不出星座真的实在可惜 并且许多吵着闹着要用LABVR玩排球的朋友 虽然排球就不用想了 但如果这个能用VR呢 接下来就是这段时间引发热烈关注的乌十三年度版了 先不谈机能容量等技术可行进的问题 其实这次香港代理商的爆料并非孤立 乌十三的登陆早有传闻 去年法国游戏经销商WTT 就曾将乌十三与Switch放在一起进行宣传 并打出口号 这款能轻松砍掉你100小时的游戏 将登陆Switch平台 当时消息一出就已经轰动了Switch玩家圈 当然随着没有后续跟进 大家仔细想想也觉得确实可能性不大 此事也就慢慢淡去了 但这回重新提起 又是一时极其千层了 不但连大致发售时间都已经有了 淘宝商家也在第一时间跟进 纷纷上架了本作的预购 不过话分两头讲 首先即使是代理商爆料 及有预购也未必靠谱 之前曾有DOA6的前车之键 到现在游戏的预购也还在淘宝挂 但另一方面代理商爆料也表明 本作的登陆确实有迹可循 消息可信度至少在一半 如果按照消息中游戏将于9月发售 那本次一三无意就是验证的时候了 究竟是真是假 届时就将见风小 另外还有不少朋友望眼欲穿Switch平台猛汉星座 虽然早在18年 就有曾参加过当届卡普空股东大会的人员透露 怪物猎人世界将无法登陆Switch 不过卡普空官方也表示 将为Switch打造专门的系列星座 而爱好者朋友们肯定知道 今年3月时就有一堆传闻指向星座即将来临 当时许多朋友都推测这款全新作品 应该是怪猎世代救济版 并有可能命名为Next 这一与Switch立像池的代号相对应 毕竟隔了许久才迟迟推出了 猛汉XX国际版 都卖出了超过100万份 你能想象炒饭炒得飞起的卡普空 如果在Switch上推出一款全新怪略作品的话 呵呵不敢想不敢想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已经忘了 17年有这么一款 因为传出有任天堂投资 将被Switch限时独占一年 最后被引为笑谈超越善恶2 虽然在去年底 因为预避初尔凡尔的确认本作 将去全程联网而引起玩家一片指责 不过这款有着浓浓中国元素 与赛博朋克风格 能让玩家在浩瀚宇宙中 展开星际大冒险的作品 还是十分引能注目 游戏时至今日 除了媒体闭门试玩所放出的部分信息 与背景设定外 关于本作还是有的不少疑问 究竟会否如初期传闻一样登陆Switch平台 就看本届E3会否实锤吧 下一款异度之恩X 如果你是从二代入坑的本系列 可能不能想象这是一款 几乎完全不同的游戏 在许多爱好者心目中 这款有着宏大剧情与设定 能在各种广阔无垠的星球世界上 开得变形高达 还能联系与其他玩家共斗 在JRP之中 可以说是极其非主流的作品 真的是一款 极度被低估和埋没的佳作 虽然去年10月 高桥哲哉就曾坦言 很想移植本作 但无奈游戏体量巨大 再加上资金问题 十分困难 不过公司已经在开发 Switch平台 全新开放世界动作游戏 到底会不会在这次揭晓 以及会否与系列相关联 我们拭目以待 与前者同样因为平台销量不佳 而被埋没了 还有这款幻影异文录FE 在15年凭借女神异文录与火纹 并以后者战斗系统及UI 为基础形形改良后 推出这款作品 不但有的结合了两作特点 众多要素 还因为是偶像主题 而有的十分专业的歌曲 及舞蹈表现 虽然接下来Switch上 极度RPG游戏将会越来越丰富 但能让这两款IP爱好者们 既能会心一笑 又耳目一心的本作 如果移植过来 相信依旧会有不少朋友捧场 虽然大家一直很想GTA5能够移植 但由于开发架构的原因 其实本作登陆Switch平台的 可能性真的不大 但上月的黑道圣徒3 还是让我看到的这类游戏 其实真的非常适合Switch平台 即使GTA5最终不会登陆 但只要能来一两款 优秀的开放世界作品 并好好做好针对性优化 大家能随手拿起就完 这就已经很值得让我们期待了 而此前还有不少朋友 关心马车和喷射 会不会有星座公布 其实前者虽然近期 同类的优秀星座扎堆出了不少 不过在本世代 马车几乎已经很难 在画面与玩法上再有明显的提升 而后者绝大部分的玩点 都在于联剧部分 本身也并不依赖彻底的更新 所以这两作 虽然都发布于平台早期 但迎来续作可能都不大 另外还有许多作品的续作与移植 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限于篇幅 这次就不多做介绍了 与本期视频同步 我会在动态中发起一期 关于这些未知的期待作品投票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为自己心爱的游戏 投下你宝贵的一票 或留言更多谜底 就留在一山时 让我们聊个痛快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